我叫陈伟芳 我是杭州蒸汽工厂文化创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和制片人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定格动画的拍摄和制作 04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两个人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想做一支定格动画的短片 只是想做这个新形式的表现 当初是找了每月的学生 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 请了一些实习生 帮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场景 搭计啊这些 然后结果做出来一个短片 我们其实也获得了国外的很多奖 接着我们就在这个 可能定格动画是可以一个去发展的一个领域吧 然后我们就真正想组建专门的团队来做这个 定格动画吧 现在知道人很少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了解定格动画 他们一直以为定格动画是非常老的一种动画形式 我觉得定格动画在整个动画行业里面 都非常有独特性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主流动画形式肯定是CG 就是是三维动画 这是不能逆转的 但是定格动画 其实结合一些最新技术的应用 它也可以焕发出一些新的生命力 但是它毕竟是用实物去拍摄而成的 这种感觉 其实三维要完完全全 实现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为什么我们坚持定格动画做那么久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它有非常强烈的风格和独特性 我们现在应该在对定格动画领域来说 在国内应该是做得最大的 除了剧本外包以外 有部分外包以外 所有东西都是内部解决 一年大概有三百到四百分钟的这个生产量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手中操作的一个四个IP 一个是针对二到六岁女孩的 就是小女孩类的IP 还有就是一个是我们是想把它发展成 电影加网络剧的一个 就是中国功夫题材的IP 还有一个是办公室请进去 还有一个我们是包装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外太空来的外星人的一个IP 我们公司的这个商业模式 跟所有的动画类都基本差不多 比如我们会基于IP的开发然后辐射出去 比如就是有内容 内容包括网络电视电影 还有包括一些游戏的授权 相关漫画的辐射 还有文学 然后相关延伸产品领域的授权和开发 只不过每一个IP 可能针对你的目标客户群 跟你主要内容的走向 它可能主攻的营利模式 Business Models不一样的 做创新最难的就商业模式的创新 其实这也是困扰我们的 我们穿加了高盛万民女性培训项目 我已经比较想明白一个问题 其实是借力 就是说资本它给你的是一种支援 一种在你特殊阶段 它给你让你走得更快更好的一个支援 我就开始从战略的层面 做了更大的规划 有了这个战略规划的这个思维以后 其实我才开始考虑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觉得我比较自豪的就是 还是我们的团队吧 无论我们走得变 就是无论我们到哪里 我们的核心团队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在蒸汽工厂我们有句口号叫死客到底 蒸汽工厂一直会以死客到底的决心 去创造出更多的 有利于这个社会发展的好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而且是永久性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